今天我們一開始的序曲是《松花江上》 這首曲應該一般人比較少接觸 為什麼會幫我們選擇這首作品? 我們當時聽到就很有感覺 因為松花江在東北 然後我的父親的故鄉他是來自遼寧景州 那個松花江代表的就是一個東北 而且這個歌詞裡面也講到了 那裡有森林、那裡有煤礦、那是我的家等等的 所以我就很有感觸 我們知道郎姐跟父親的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這首作品真的是喚起了您對父親的一些情感 後來當然我們知道郎姐的父親就到台灣來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會讓郎叔會跑到台灣來 那時候就是因為狀況很不一定 然後也很亂 所以我叔叔他是一個很精明的人 他有一天就跟我爸講 他說我們也不知道未來的局勢會怎麼樣 那有些人也去了台灣 我們不要把雞蛋都放到同一個籃子裡面 這樣子的話萬一都沒了怎麼辦呢 總有一個兩邊機率大一點就勸我爸走 而且當初兩岸的分離 交通不是這麼方便的狀況之下 兩邊聽到的話都是很誇張的 對面的形容都是很誇張的 我父親一下船 然後離開碼頭的時候就看到有人在賣香蕉 我爸就嚇壞了 因為他沒有看過這麼大的香蕉 是 因為在他的印象中台灣是連香蕉都長不好的地方 是要吃香蕉皮的地方 結果看到那個香蕉是又肥又大 沒有看過 他站在那邊看了半天 然後鼓起勇氣問老闆說 你這是黃瓜嗎 他就說你這香蕉個兒這麼大 有賣嗎 他覺得那一定是很貴的東西 兩條煙就乖乖拿給老闆 就問說老闆我剛才給了你兩條煙呢 你那香蕉給我幾個兒啊 他覺得很貴重 老闆說你沒有看到我幫你打包嗎 兩條煙嘛 這樓也是你的 這樓也是你的 所以他到台灣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扛著他的行李以及兩樓的香蕉 我今天其實希望跟樂團來演奏一首曲子 來呼應您這個故事 好啊 有一首曲子就叫香蕉船 那我們就一起來欣賞這首曲子 好啊謝謝謝謝 謝謝 好啊 Sylvia 好啊 好啊 有訛無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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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